再來看到前陣子呢 全臺灣都相當憂心 臺灣的防疫會功虧一虧 好在目前為止 算是安然度過了 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的桃園醫院 最快在本週五就要復工了 而相當期待復工的 還有周邊的店家 前陣子生意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國稅局也特別表示了 會給醫院附近的相關業者 調降營業稅來幫忙度過難關 時間一到 民眾到桃園醫院報導來領藥 他們覺得還是來這邊心情比較踏實 對醫護有信心 桃園醫院挺過新冠病毒群聚感染的威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說 要是能夠落實管控人員登記 確保分艙分流 經過專家審查會議評估通過之後 就能讓桃園醫院復工 整體專家來看 覺得整個的情況都還算好 那只有一兩點需要改進 最快將會在十九號 來讓桃園醫院重新恢復正常運作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樂觀其成 我希望能夠給布桃更大的支持 那布桃兩千六百位員工 都非常的期待 十九號這一天的來到 另外相當期待的 還有醫院附近的店家 今年過年大家都不敢放假 能賺一天試一天 因為前陣子人潮少了許多 讓生意一落千丈 國稅局也將會調降周邊商家的營業稅 給人家講說我們真的是重災期啦 營業稅當然是越少越好啊 減輕民眾負擔 讓大家都能度過難關 我是新聞無權原理事件 蒲昕宇桃園報導